7月15日已经过去,关于易阳千玺,罗依周和胡先旭三人考编国家话剧院的公示期已经到了。 国家话剧院和有争议的三位也集体师生,未对网友就三人考编的争议做出回应。 要知道,这三人中,易阳千玺算是被喷得最惨的,掉粉也是最严重,掉粉17万之多,粉丝数量跌破9000万。 甚至还被网友质疑,他之前的中考和高考都存在特权问题,这算是四字出道以来经历的最大的危机了。 目前易阳千玺正在山西拍摄张艺谋的新片《满江红》,难道那边信号不好? 三人考编,其他两位仿佛神隐了一般,罗依周更是官宣了新综艺,听说很好吃二,说因为公示期保持低调,所以官博待发。 胡先旭之前路人员就不错,这次他的大粉在超话里发文表示,考编仪式已经解决,等过了周末,7月18号会进行回应。 考编这件事,易阳千玺算是名气最大,如今受影响也是最大的,看来有时候做个小胡咖也是不错的。 你觉得18号能吃到瓜吗?欢迎留言讨论。